我们接着再看另外一个钢体物理的案例 有的时候我们会需要在某一个定点的位置来进行破碎 比如说某根柱子它的中间突然断开 这个要怎么来实现呢 我们快速来完成前面部分 首先我们来用柱子 这个柱子封口 Ncaps 将它的高度变高 另外呢我们可以将它稍微做成这样的一个冷状 然后呢在Match Size 把它给对齐到地面 好我们用RBD Factor的方式 将它给破开 第一级呢5 第二级呢20 另外有一些边缘的细节 好这个都是前面我们已经讲到的 所以呢直接来看一下这个爆炸图Explode View 好这个破碎的部分呢是OK的啊 另外我想让它稍微动一下形状让它细的部分 换一个位置啊OK 换一个位置啊OK 细的部分的这个位置 然后呢给它来个浪 这个是已经破好的 不过这个地方呢我就不加UV和材质了 用第一种 第一个案例啊使用的这个UV材质的方法来进行添加就好了 来一个叫做Column 柱子 同样的我们把这个名字也改一下 柱子 然后我们的快速呢 注意啊要选择这个部分 选择Column Out这个 来进行一个钢体的 我们仍然是使用Groot Object 因为我们现在不想让它上面的部分破开对不对 所以先要给粘住 我们使用这个 好自动产生的这一些 前面部分的操作呢几乎都是一样的啊 我们可以尝试一下将这个浇水的力啊 约束力把它稍微变低 另外还需要给它加一个地面对不对 所以这个地方拿一个Ground 好可以看到这个时候可以正常的垮掉了 我们将这个力变得更大呢 可以看到有没有问题 再来变得更大 好这个时候呢它就不会垮它了 那么我要如何来做 才能在比如说这一个部分 来进行垮它呢 好看一下怎么来实现 好看一下怎么来实现 可以看到 在这个Groot Column 这个地方 连接了一个 叫做 Constraint Solvers 实际上 这个约束力也可以来进行解算 它提供了一个SOP 好我们可以在这个SOP Solver里面 来进行什么呢 来进行这个约束力的运算 进到这里面来以后发现实际上 这个就是它的这个约束力啊 实际上我只需要将它的这一个部分 比如说我想将这一部分垮它 也就是在这一个部分 在某一个时间进行删除就好了 所以看到这个地方提供了一个Delete Broken 我们呢把它给删掉 我们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实现啊 Groot 为什么用Groot呢 我想让它在通过Groot的方式 选择中上部这些点 所以我们来到Groot 选择这个Keeping Bounding Region 将这个盒子呢 往上移 移到这个部分 转去看一下 好 只需要删除这一部分就OK了 所以我们给Groot 取个名字 叫做 Group Constraint 然后把这个部分去掉 于是乎我们就得到了这个 这个Group 现在我只需要对这个Group 进行删除就好了 对不对 但是呢我不想它第一时间就删 而是在比如说第一秒之后 再开始删除 好 怎么来实现呢 我们来一个 AttributeVangle 在这个里面来写一个代码 这一部分的代码呢 之后我会录一个 总结性的Vax相关的东西 目前呢 我们零零碎碎的交一些 不至于这样子 要不然就是难度会太大 要不然 零零碎碎交一些 难度就没有那么大 我们先写一点内容 首先 这个Group 里面包含的所有的 Primitives 我们可以把它其实改成点 可以看到这个时候 我选择点 我只需要把这些点给删掉 这些东西就没有了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可以来一个叫做 Remove删除Point点 好 它的用法是首先是 geohandle 就是我们用零来表示表示自己 然后还有点的这个序号 点的序号我们就用 那个 那个属性叫什么 element element number 元素的element number 这个属性既代表点的序号 也代表面的序号 也代表这一个边 然后包括这个顶点 包括detail 都可以用这个element number 好这样子呢我们就能够把这些点给删掉 来看一下 选这里 好 我现在全部删掉了 现在全部删掉了 全部删掉的原因是因为 我没有对这个group进行选择 我应该选择什么 group constraint 对不对 好可以看到 这个时候就 只删除了中间这一部分 也就是说呢 我现在来进行垮的话 它只会垮上面这一部分 啊 我们再进到dope里面 看一下 在哪个地方实现的啊 在这个glue column constrained network 因为我们选的是这个glue object 所以它产生的这一部分就是浇水的这个力量 然后呢 可以对这个浇水力量来进行编程 solver 我们使用了一个group 将它上面点选着起来 或者是我再将 再将这个稍微小一点啊 稍微小一点 垮它都太多了 只垮那一部分啊 这一点点 好 但是我刚刚说要需要等它到一秒钟之后 再垮 那怎么办呢 学一个新的东西啊 叫做if if的中文意思 叫做如果 如果 还记不记得这个属性 如果 时间 大于等于一秒 好 好 这个还其实蛮好理解的 对不对 如果时间大于等于一秒 把它用大括号 把下面的内容给框起来 另外呢 来一个tap键 做一下说近啊 看上去会整洁一些 如果time大于等于一秒 当然如果你想比如说小于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样子 小于等于这个样子 如果是等于呢 两个等号啊 那现在我们这里就是大于等于一秒的话呢 它就删除 给我们再试一下 嗯 现在是没有删除的 你可以看到它大概等了一秒钟之后 才进行删除 所以呢我们这个时候再到外面来看一下 可以看到一秒钟之后来才才进行了这个删除 嗯 现在删破的不够大啊 稍微把这个group再稍微变大一点点 稍微把这个group再稍微变大一点点 把上面部分都 太大了 嗯 嗯 好我们再试一下这个大小 嗯 嗯 嗯 好 OK 这样子呢我们就实现了一秒钟之后 在某一个部分的定点爆破啊 嗯 嗯 嗯